第253集 一个老成一点的警察连忙搬过来一张椅子 扶薛听宇坐下 殷勤地说 薛小姐 要不去车上休息一下吧 不用 薛听宇定了定神 头脑中的韵眩渐渐地消失 他是一个倔强的人 他再次来到了叶好轩的跟前 紧咬牙关努力克服自己对鲜血的恐惧 就算是不帮忙 他也不能被叶好轩看扁 他要告诉这个男人 他不是娇滴滴的千金小姐 叶好轩诧异地看了薛听宇一眼 便不再理会他 专心地救起人来 这个时候唐冰已经赶了过来 帮忙把这个小男孩的衣服脱了下来 然后取出银针 用你家传的五龙针法 索麦顾落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叶好轩冲着唐冰说 唐冰微微地点点头 然后熟练地施展出自己家传的五龙针法 唐冰自身在中医的造诣 本来就不浅 再加上这些天叶好轩日夜指点 他的医术突飞蒙进 他现在的医术跟他爷爷唐冤比起来都不想赏下 叶好轩正估摸着什么时候也打通他的任多二脉 让他也能跟自己一样 以气欲真 看着唐冰沉着冷静的模样 以及他熟练的针法 薛听雨突然羡慕起来他了 或许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成为他的助力吧 薛听雨如是想到 围观的众人睁大眼睛 医生都宣布这孩子已经没有救了 难道这个年轻人能把人救回来不成 你干什么 还未离开的医生有些莫名其妙 救人 叶好轩淡淡地回应着 唐冰的银针一起 他双手如点 快速地封住了小男孩身上的几处穴位 然后手持金针 快速地刺在伤者身上的几处穴道处 孩子已经没救了 你让他安息吧 一名医生摇摇头道 西是没救了 中医 未必也没救 叶好轩下手四殿 还阳九针施展而出 这小男孩虽然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但是身上的生气未散 只要救治得及时 应该还能抢救过来 中医 一名医生有些嗤之以鼻 像这个小男孩的伤 就算是神仙来了 恐怕也难救 西医都救治不了 中医更是天方夜谭 况且这个年轻人能懂多少中医呢 看到叶好轩一脸的慎重 围观的人不由地来的精神 他们站在警戒线外 睁大着眼睛看着叶好轩 生怕错过了一点 他们真的有点怀疑 叶好轩是不是真的能把人给救回来 不过看叶好轩一脸的沉静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们也隐约地期待了起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 叶好轩已经在还阳九珍的真尾上 谈了三次 也就是说他已经度过了三次真气 而且柱油树中的命归树也施展过了 这个孩子能不能活过来 那就要看天意了 叶好轩默默不语 他死死地盯着这个小男孩身上 不住颤抖的金针 金针的真尾已经持续晃动了五分钟了 如果这一次真尾停止 人再醒不过来的话 怕是真的没希望 片刻后 这几根还在剧烈晃动的金针 突然停顿在当场 前一秒这些金针还在晃动 但是他说停就停 就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小男孩的手指微微地移动 叶好轩心中一喜 这大半天总算是没有白忙活 这孩子总算是被抢救过来了 你的那点中医省省吧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除非是奇迹 救护车上的主治医生 无奈地摇摇头 你说对了 中医就是奇迹 叶好轩缓缓地站了起来 随着他站起来 那原本毫无生气的孩子 突然一阵咳嗽 嘴巴里吐出一些淤血来 随即一阵沙哑的哭声传了过来 活了 活了 快快快看啊 真的呀 这也都能抢救过来 这是神仙吗 这是 中医啊 中医竟然这么厉害 以后我生病就要去看中医了 真的 奇迹呀 至少心跳停止快一个小时了吧 围观的人群轰的一声炸开了锅 那几个随着救护车来的医生 被眼前的这一幕 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刚才看这小男孩的情况的时候 心跳停止 瞳孔都已经扩散了 是绝对不可能救回来了 可是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 竟然用中医把人救回来了 不得不说 这是个奇迹 几个主治连忙一拥而上 上前去检查这孩子的情况 一番检查之后结果出来了 心率正常 呼吸正常 血压平稳 天哪 他胸口的肋骨竟然全部愈合了 这 这不可能啊 几个白大罐像见鬼似的看着对方 几乎怀疑自己手中的数据是不是出错了 医生啊 谢谢你 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 孩子的父亲砰的向叶好璇跪了下去 气急而起 快起来吧 孩子现在还很虚弱 最好是去医院观察几天 我给你们开个方子 一个星期后来玄湖居这里覆诊 叶好璇连忙把两人扶了起来 夫妇两人这才站起来 只是孩子的母亲刚刚经历了地狱天堂 她眼一黑 头一歪 就要向一边倒去 她的丈夫连忙一把将她扶住 没事 只是太激动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叶好璇说着 在孩子母亲的人中上掐了一下 孩子母亲这才悠悠转醒 这位先生 我们是某站的记者 我能给你做个采访吗 刚才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记者 肯定不会放过这么个好机会 第一时间冲了上来 犹豫了一下 叶好璇还是点点头 他原本想低调 但是现实不允许他低调 因为他初来乍到 玄湖居的名声还没有传出去 况且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为中医宣传 请问您刚才用的是中医吗 美女记者双眼放光 兴奋地看着叶好璇 这件事情可是一件大新闻 像这种车祸的新闻 几乎是天天都有 如果不是他们刚好在附近 根本不会赶往现场 但是车祸伤者已经心跳 停止了近一个小时 最终被人以其死回生的医术 给救了回来 这可就是一件大新闻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年轻人用中医做到的 中医啊 被一些激进分子称为骗人把戏的中医啊 卢甲包换 叶好璇淡淡地笑道 据我以前对中医的认知 我觉得他是不能治疗大病的 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中医不仅能治病 而且还能治大病 刚才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然 由于近年中医没落 达到这个水平的人着实不多 我觉得您是在为中医代言 刚才那种情况 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没有 我只有一半的把握 叶好璇说的是实话 虽然他有一身不凡的医术和玄术 但像刚才那种情况 其实能把人救回来的几率 也是半般之数 只有一半把握 您就不怕惹麻烦上身吗 如果救不过来怎么办 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 尤其是一名中医 我有着自己家族的医德传承 如果不上去试试 我的良心和医德 会谴责我一辈子 像这么神奇的医术 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请问你的医术 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外公那里 不过他已经过世很久了 提起外公 叶好璇有些伤感 请问那家医馆 是你的吗 记者说着 把摄像头对准了玄湖区 做了一个大大的特写 叶好璇心里暗息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宣传了 他当下点点头道 是的 这就是我开的医馆 取一围玄湖济士 其实叶好璇感觉 采访问的话 挺没有营养的 就这样一问一答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医馆 他才不会这样抛头露面呢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 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件事情的视频 被某某新闻原创网 挂到了手页上 叶好璇的玄湖区在 短短几天生意火爆了起来 这是后话 刚才叶好璇 接连三次的以气欲针 又施展出柱油树 真气损耗的极为厉害 刚才回答那记者的话 也是强撑着 现在忙完 他只觉得体内的真气一空 叫下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上 你怎么样 唐冰知道叶好璇的秘密 也知道他不是神仙 刚才救人的事情 把他累坏了 他连忙扶着叶好璇 把他扶到一边的椅子上 有些心疼的逝去 他额头上的汗 以后不要这么拼命了 叶好璇一把 抓住他柔嫩的小手 笑道 没事 刚才那种情况 如果我不尽全力 心里会不安一辈子的 刚才那个人跟你素不相识 你用得着这样拼命去救他吗 直到这个时候 薛听雨才走上前来 我是医生 我没觉得没什么值不值得的 就算是路边的乞丐 只要他不是一个 作恶多端的人 我也可以救他的命 所以在飞机上的事情 薛大小姐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我救你 并不是因为你是薛家的千金 因为在我的眼里 你的命跟别人的命 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你今天的话 我记下了 不过我还是谢谢你那天救了我 薛听雨沉疑了一下道 不过我会向你证明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弱不清风 一句话 我不比你身边的女人差 甩下几句话 薛听雨转身离开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自己说话的语气里带着很强的粗意 叶好轩微微一愣 然后转身向幽远的唐冰导 我说这个人的脑袋抽风了 你相信吗 信你才有鬼 你可真长本事了 连情敌的妹妹都能对你方心暗许 唐冰恼怒地看了叶好轩一眼 跺脚离开 如果不是刚才叶好轩因救人显得虚弱 他非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个混蛋不可 几天以后玄湖居的名声响彻京城 那天叶好轩救人的视频被全程录下来 挂到了某浪网的首页上 对于叶好轩的医术 许多人都是抱着好奇的态度 中医真的有那么神奇 可以起死回生吗 如果是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医术 现在没落到这种程度 不过有心人查了一下玄湖居 之前叶好轩在清源时候的事情 也被翻了出来 原来叶好轩不是第一次 用自己的医术起死回生了 短短几天叶好轩的医术 彻底地在京城响了起来 这几天 百草堂明显的有些冷情 那几名被刘父亲请来的名医 都显得有些无所事事 看着大字报上占据了半边篇幅的 玄湖居门口的照片 刘父亲重重地把那张报纸扯得粉碎 丢到了一边的垃圾桶里去了 自从玄湖居的名声打响了之后 他白草堂的患者 锐减了一大半 现在来他这里看病的 其实都是冲着刘父亲的关系来的 毕竟刘父亲是国手 接触大领导的机会多 有时候下边有些人想办些事情 只得来求着他 让他在领导跟前吹吹风 这事情就等于成了一小份了 爸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姓燕那小子 现在是越来越显眼了 我们怎么办 刘一和有些坐不住了 这爷俩眼见自己的医馆生意 一天不如一天 按照这种趋势下去 他们以后一星期的销售额 还达不到平时一天的 这样下去 让他们喝西北风 姓燕的这是炒作 我就不相信他真的能够 达到起死回生的境界 我就不相信他 他是神仙 刘父亲冷哼道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他对叶好轩 还是恨得牙痒痒的 关于那天救人的视频 从头到尾都显得清清楚楚的 他看得出来叶好轩施展的是另外一种极为高深的针法 但是令他心仰难耐的是 他竟然没有听说过这种针法 是什么针法 之前叶好轩的太乙神针 已经让他寝室难安了 现在施展的不知名针法 似乎是比太乙神针还要高上几个档次 这让他如何睡得着觉呢 那 他的医术还是有点火候的 而且他的医馆费用比我们要低的多 回头课肯定也多啊 这样长久下去 我们还是要被他击垮的 刘一和心焦地说 别着急 先稳住 我们再看几天再说 想在京城立足 不拜拜马头怎么行 刘一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京军区总部的医院里 一群蓝眼睛金发的老外 在杰西那间特殊的病房里 激动地争论着什么 他们互相怒目而始 如果不是顾忌着这里是华夏 他们又是世界上有名的医疗团队的话 估计他们现在就要拳脚相降了 病床上的杰西已经醒来 只是他的一条大腿 从大腿根向下 已经变成了不正常的青色 而且他的脸上 已经带着隐隐的青黑色 那模样活脱脱的 就是一个青面兽 杰西少爷推上的毒 已经混杂到了神经县里了 我的建议是戒指 而且是越快越好 一名胖老外 用一口流利的英语 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截指是肯定要截的 但是神经县里的毒素怎么办 我建议还是暂时保守治疗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等到不行的时候再截指 不能再拖了 如果再等的话 必须是高位截指了 而且这个毒素会影响到 以后的生育问题 但是希望还是有的 我们不能放弃 对吗 几个老外各输己见 心平气和的谈不了几句话 就又争吵了起来 室内显得乱哄哄的 该死 闭嘴 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杰西 终于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他愤怒地叫道 我需要的不是截指 而是把我治好 把我彻底地治好 你们这些混蛋 你们都吗 杰西少爷 恐怕不行 截指和上天堂见耶稣之间 你只能选择一个 一个老外无奈地说 发可 之前有个花下的中医说 能治好我 一个被你们称为 无疑的医生都有办法 你们这支号称 世界最先进的医疗团队 竟然说没有办法 你们是吃屎长大的吗 就在这个时候 门椅开贵牢走了进来 一名金发老外 热情地张开双臂 哦 亲爱的贵 我的老朋友 你总算是来了 哦 维尔逊 好久不见了 上次你来到华夏 才几天就匆匆地离开了 弄得我们都没有见上一面 你的精神越来越好了 贵老和维尔逊 热情地抱了一下 两人算是老朋友了 这个维尔逊 就是叶浩轩在清源时候 认识的那个 他跟着埃利的医学团队 来华夏交流 后来心脏病患了 被叶浩轩给治好了 不过因为他搭过桥 所以不能痊愈 后来叶浩轩给他 开了一个食疗的方子 他坚持服用 心脏病倒也没有犯过 贵老算是世界医学协会 唯一的中医了 所以他的医术得到过 维尔逊的认可 两个人是老相识的 你也是 老朋友越来越年轻了 维尔逊笑道 你的病怎么样了 让我看看 你这个毛病 只要注重养生 问题不大的 贵老边说 边搭在他的脉上 维尔逊 你的身体 现在帽子很好啊 一搭之下 贵老不由地吃了一惊 这老小子之前 心脏搭过几次 瞧了 身体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 他的身体很健康 就像跟正常人一样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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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